尊大刀小公园贵秋一败 我们来看王铁爵是怎么满足他的 这盘棋架到最后由于时间紧张 两个人错漏百出 当头炮 大刀选择了一个顺炮 这也是马路棋手的最爱 但是在专业大赛中已经很少看到了 红的出直居 推棋选择了高横距 红棋双正马 推棋也来一个正马 红棋挺兵 推棋横跡过攻 红棋就两头蛇 这也是现在中炮队顺炮 最流行的一个阵势 顺炮方最顽强的阵法就是双正马霸王鞠 走到这红棋的招法有很多 有上马的 有飞向的 有捕士的 也有走过河鞠的 骑河鞠的 实际上是选择了上马 那黑旗呢 进去点穴 冲着这个下三路就来招呼了 红棋高炮 给马胜根 黑旗呢就先送足 拆散你的炮架 然后呢 再平鞠过来抓马 红棋踩进去 黑旗呢 再高鞠吃兵 红棋下去 黑旗呢 再来一手马回窝心 下一刀啊 有个 苹果来做双 红棋呢 就选择了 瓶中炮 那黑旗呢 平过来抓 黑旗呢 红棋呢 就出去对抓 黑旗平炮 瞄底势 那红棋呢也不怕 上去了 把马踢上去之后 黑旗呢 选择了 炮击底势 红棋呢 飞个向 一不做二不休 再来一个 一炮换双势 那红棋给它吃掉 黑旗这时候啊 再把炮交换掉 红棋打雕 这也相当于炮阵无子 黑旗来一将 红棋进来 黑旗在 进去吃兵 吃兵一将 那可受不了啊 红棋的高居保住 黑旗呢在退居 红棋选择了高居 红棋这条高居啊 就不如补一手相 补一手相以后出天生局 这个 他现在呀 他也不怕你 吃这个炮 吃炮咱就交换 交换完之后 确实我们知道确实怕双居 你这个虽然说多吃一个子 交换了一居之后啊 你黑旗对红棋没有威胁了 红棋以后这个马铺进去 你这俩马的位置啊太差了 红棋还有过河兵 所以说呢他要不甘心 来找回这个世子 交换 还有选择退居 那红棋呢在这里走出一步好奇 拼居 两码随便你挑着吃 你要是吃这个马 中鞠战类直接决杀无解 还只能吃 那他也吃 这样呢他把马吃掉 交换完之后 还是我们刚才说的 他对掉了一个鞠 对掉一个鞠之后 就 对红棋呢没有威胁了 红棋呢现在是 鞠马炮 兵容好 关键是呢炮阵无子 现在来一艘飞向 这艘飞向啊就走的太缓慢了 应该平个足 平个兵 以后啊跳上去 挂脚去 红棋的优势非常大 黑旗呢走到这还得赶快飞个向 红棋呢平局过来 那黑旗呢把局先平出来 红棋又选择了一手平炮 那黑旗呢高居 以后来养护这一边 红棋选择了退炮 黑旗呢平过来抓 红棋瞄住底下 红棋呢就赶快上马了 红棋高居抵住他 红棋啊 终于松了口气 把这个卧行马呀可调出来了 红棋选择了送兵 黑旗只有飞掉你不飞就又往下冲了 然后啊开炮 然后啊开炮 来一将 这个是 平边炮 在底下呢就埋伏了一个定时炸弹 那黑旗呢就扬个式 避免的一些利用 红棋呢先把向啊落回来 不着急 黑旗呢这个是 红棋就往下冲兵 黑旗呢出老将 红棋呢在并武定一 黑旗把向落回去 红棋 退炮 黑旗见老将 红棋呢下底炮 那黑旗呢再把老将出来 避免你一些利用 红棋又退回来 那走到这呢 这个 黑旗呢他就变招了 他选择了上马 红棋呢就去退一步 接下来把老将进去 那红棋这个中兵就过河了 你不敢吃啊 你吃吃着马呢 他只能把这个马呀退回去 红棋呢就继续往下冲 下一招啊要打象 那这个象他 没地方走了 还不管了 把这个中兵干掉 那红棋呢 开炮来一将 飞旗呢 飞旗呢 出老将 红棋拼中 飞旗呢选择上马 红棋呢选择先来一将 飞旗上来 然后啊红棋就弃炬了 裁掉 你一干菜鸡 那这跳一江 他就白白了 飞旗呢赶快这一首试 红棋呢选择了一首 平鞠鞠 平鞠叫山 平鞠叫山 那这条旗呢他应该走一手啊高鞠 这条平鞠叫山啊是个假旗 黑旗一进老将 那这时候红棋无论如何应该是 跳个马 保住这个炮把马逃开 你要是敢 用 这个才在平鞠过来 这些先骑后去 实战呢他选择了一江 那黑旗呢就 老将上三楼把炮吃了 这样黑旗呢就得死了 红棋再跳一江呢黑旗恰好啊可以变住马腿 红棋又平鞠过来 同样的平鞠啊应该直接就过来 凭这儿捉住马以后呢再退回来 那走到这儿黑旗呢也出现了失误 黑旗呀他应该是进额马 不让这个红棋啊退到独林县 他实际上他选择了一手退马 退马呢就不如进马 进马呢就这个点击都退不到 红棋呢那退回来捉 这个马肯定是不敢逃啊 这个马又逃不了 那黑旗只能是平鞠过来保住 那红棋呢没办法了 只好吃个鞭足 再通常记忆 黑旗呢先回个市 红棋呢就慢慢过冰 黑旗选择了一手出老将 这一招棋这是一个惊天大漏 黑旗可以考虑啊 把鞠进一步 还是黑旗大优的鞠多子 以后呢再把这个老将出来 以后退回去 那多子大优 这招老将出来啊现在自杀了 红棋啊眼明手快 一招回马进枪 黑旗就哭了 踩着鞠 你过来抵住马 人家这边杀你带姜 黑旗没办法了 他选择了一手进马变马腿 那红棋进鞠一将 黑旗只能下老将 红棋再跳马一将 黑旗呢立马就举手投降了 站起来都要跑 那铁锤跟他的徒弟子徒孙们都拉住了 你刚才要赢的时候猖狂的不得了 现在输了就要跑 说好的贵旗一败 先把手续办了 手续办了你走就行了 你说这棋输的 亏不亏